妻子总是喜欢晚上和闺蜜出去,说是吃宵夜,可却从来没有带过我一次,这次我无论如何说什么都要跟上去,妻子却将我打骂一场,几个女人的聚会,你一个大男人网上凑上来干什么? 我还是不死心地跟了过去,却看见她左拥右抱着男魔,摸着腹肌,熟悉的样子,不像第一次去,我前去阻止,妻子不仅护着男魔,还当众扇着我的耳光,还侮辱我,让我给男魔道歉,回家我就提出了离婚,上月月,你赶紧松开。 我压下心中的怒火,大吼一声。 我跟着说吃宵夜的妻子出门,却看见她静止进了夜店,出门时,她和我说的是闺蜜去吃宵夜,但是天天晚上都会出去,我不由地起了疑心,这次我偏要跟着她一起去,却被她骂了一顿后越发怀疑,这才悄悄跟着她出来。 我进去时,却看见她一脸享受地,在摸着男魔的腹肌,我气得要死,顿时只感觉头顶绿油油队一片,冲上去就将她旁边的男人推开,哟,小姐姐,这是你老公呀,怎么火气这么大? 姐姐,你老公怎么这么凶啊,还将我推得这么痛,我们又没干什么? 周围的人将上月月说得面红耳赤,她转头就甩了我一巴掌,你干什么呀,丢脸死了。 周围的人都朝她看着,她只觉得我给她丢脸了,面子上过不去,丝毫不考虑我现在的处境,你都吓到他们了,快给他们道歉。 你要我给他们道歉?我捂着被扇肿的脸,不可置信,妻子她竟然要我给这几个男魔道歉,还仅仅是因为吓到他们了,这就是你说的出门吃宵夜吗? 我看向她的闺蜜的眼神一直躲闪,不敢看我,我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月月她又没干什么过分的事,不就来做做,你干嘛吵啊,能不能有点容量? 妻子的闺蜜还在帮着她说着话,手都摸上腹肌了,还没事,仿佛这一切都是我在无理取闹,是不是我不来就要亲上嘴了。 所以,这里也是你带她来的。 我对了妻子的闺蜜的话,但我的妻子看向我的眼神却是越来越凶了,周围的人嘲笑的声音涌进了我的脑袋,一个个都在说着我的不是。 你们看那男的是不是有病,冲进来就骂,真没素质。 声音传入妻子的耳中,又将我扯到男膜面前,按着我的头,要我道歉。 我哽着脖子不愿意,妻子生气的,对我又踢又骂的,男膜讥笑的声音越来越大,算了算了姐姐,真没意思。 妻子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让他们打开二维码,我眼睁睁地看着平时对我扣扣嗖嗖的她给几个男膜艺人转过去的一搭不了,她随手转过去给一位的钱,却是她给我的一年生活费。 每个月,她仅仅只愿意给我一千块钱吃饭的钱,还要每天买菜回来给她做饭,而如今却被她轻轻松松给了别人,妻子没再管我,只扔下一句,快滚回家,就直接离开了。 留下我一个人,被大家继续指指点点,一种无力感从我心中快速升起,我想,我们之间也该算了吧,我们离婚吧。 我失魂落魄的一个人,临着雨走回家后,郑重地向妻子提出离婚,她却觉得我在和她开玩笑,干什么? 就因为我去了夜店,随便你,懒得搭理你,让我今天这么丢脸。 妻子的漫不经心的语调,让我感到越发的痛苦,她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这段感情,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事。 说完她便直接睡下,用力降门撞响,来宣泄她的不满,将我关在门外后,就不再理会,回想起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一直都是我在她后面追着她跑,曾经她也说过我我最听她的话了,所以很喜欢我。 那时我被幸福冲昏了头脑,没想到,只是因为听话才选择我,曾经的我对她说一不二,她要我干嘛我就干嘛,为了追到她。 无论她,无论她几点给我发消息想见到我,我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她面前,无论时间地点,有一次她和朋友打赌我会不会立马出现,编程谎言欺骗我说她生病了,很需要我,我就连夜推掉了我费尽心血谈来的重要合同。 这一次举,让我们公司失去国外市场,我也从国外飞了回来,就为了赶回来照顾她,却不曾想迎接我的是她和一群朋友等着看我的笑话,真是个傻子,还真回来了,哈哈哈,这真的标准,舔狗,哈哈,哟,月月,看来林雨还真是爱你。 最后这句话深入我心,我本来带着点怒气的心情,看到上月月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后,便也舒畅了起来,毕竟在我心里,上月月的开心天下低大,其他人的看法便一点也不重要了,我那时也不觉得自己在自我感动。 而现在看来,我应该只是上月月一条听话的狗。 稍有不如意,就会被上月月随意打骂,侮辱,但是我也是人,我爱她,我也会需要她给我爱,哪怕只有一点,竟然不爱了,就该放过彼此了。 不对,她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一点也没有,只是看上了我的言听计从,我在客厅坐了一夜,默默流着泪,没有出声,控制住自己不停颤抖着的手。 在准处好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轻轻地放在茶几上就离开了,我连离开也没有打扰到她,我走后,妻子没有再联系过我,只让她闺蜜给我发来消息,15天后在民政局门口见。 半结婚证,还真是可悲,这么多年的感情,结束时,连她的一句消息都换不来,而我发去的消息,早就已经变成红色脸感叹号,我一直劝慰着自己,该断则断,我无处可去,只能回爸妈家,但父母将我挡在外面,不让我进门, 我这才知道,上月月给他们告了状,说我因为一点小事,就要跟她离婚,离婚协议书都签了,还直接跑了出去,我们那个老家地区的观念非常死板,父母的意识早已经成形,无法改变,是根本容忍不了自己的孩子是离过婚的人,你要是敢和他离婚,我们就没你这个儿子离婚说出去丢不丢脸。 这是我来到家门口,他们说的第一句话,从小就是这样,外界的眼光总比我这个儿子重要,人人都嫌弃我给他们丢脸了,上月月是这样,连我的父母竟然也是如此,我身无分文,但也别无他法,只能在公司的走廊上打地铺,忍受着各种嘲笑的声音,雨哥,这时又被赶出来了。 哈哈哈哈,舔狗的世界你不懂,快走,快走,别挡到。 我一声不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被领导叫去了办公室,说我影响了公司形象,被员工和顾客都告了上来。 要我自己主动辞职,我这才知道,这是上月月的闺蜜故意在搞我,这家公司和她家一直有合作,就因为我要离婚,便将我逼得走投无路吗? 况且,我每次被上月月赶出来,都会来公司睡觉,而且睡觉的地方也在公司的二楼,怎么会影响到楼下的顾客,她好像看出了我的难处,因为我每次都是因为上月月才弄成这副模样,她早已经细以为常了,这次却因为上月月的闺蜜发话,就要把我开除了。 我低头苦笑,你要是主动辞职,我就把工资换成现金了发给你,因为我的工资卡全部上交给了上月月,才导致如今的自己是身无分文,我看着自己身上脏乱的衣服和头发,无奈之下只能接受了这个提议,拿着几百块钱的现金在街道上荡游着,却看见了招聘服务员的公告, 能包吃包住,我用最后的几百块钱将自己了梳洗一番,成功面试上了,只是上岗第一天,我就遇见了上月月,她带着一个男人进来吃饭,那个男人正是那天其中一位的男模。 那个男模认出了我,点名要我服务,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毕恭毕敬地前去,我低头弯腰打招呼,她却挑剔我的弯腰糊涂不对,我给她倒水,她却说我想烫死她,而上月月坐她面前,眼睁睁地看着她欺辱我,也无动于衷,甚至还吃笑了两声,怎么样,出气了吧。 上月月宠溺地问着那位男模,谢谢姐姐,你真好,说着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出气了吗,拿我出气,就因为我上次推了她一下,上月月便带着她来报仇,听到这话,我的心简直比当初上月月摸她腹肌还要心如死灰。 上菜拾手一抖,不小心将油脂溅在了男模雪白的衣服上,你干什么? 敬礼,敬礼呢? 男模将我恶狠狠地推在地上,滚烫的饭菜和烫水被淋在我裸露出的皮肤上,很快就起了水泡。 敬礼,敬礼赶来后,他以我赔不起他身上高定的服装的钱,大闹着,这可是姐姐给我买的EW的高定,你一个小小服务员配得起吗? 我站起来后,他不停地拿着手指戳着我,这里是一个高档餐厅,众人看到这一幕,脸上都有的不耐烦,敬礼为了快速安抚好他的情绪。 直接问他想怎么解决,把他开除吧,然后这衣服就不用他赔了,钱就当本少爷施舍他了。 敬礼同意他的请求,说完便给我,开好离职手续,让我离开,男模将衣服脱下来,直接扔我脸上,丝毫不亚于他的巴掌打在我脸上,而全程尚月月都不愿意给我分我一点眼神,甚至还催促道, 快走吧,每次碰上他都没好事,每次都丢脸死了。 尚月月,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我还是不死心地问了他一句,他终于肯分我一点眼神看了过来。 别喊我,别给我丢脸行吗?我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男模挑削地笑,默默捏紧衣服,告诫着自己,这下,彻底死心吧。 很快到了约定好领离婚证这一天,因为他们没有告诉我具体的时间,我便早早地等在了民政局门口,一阵感慨,等到下午,上月月她才姗姗来迟,看到我的一瞬间便上来给了我一耳光。 好啊,我闺蜜说你在这里等着我拿离婚证,我本来不信的,你还真的在这里。 怎么回事,明明是你要你闺蜜给我发的消息啊。 我不解地问道,你还敢狡辩?说着就要再给我来一巴掌,只要我说的话一点不如她的意,我说的什么都会变成是狡辩。 但是这次,我用力地抓住了她的手,眼看周围人又要围了过来,后面子的她又兴兴地把手放下,给我松开啊。 你现在本事大了,你还敢阻止我了,走啊你。 面子上过不去的她又用力踢了我一脚,放了句狠话,便静止进了民政局,拿到离婚证后,我松了一口气,曾经迫不及待地想和她结婚,现在只笑着终于能解脱了。 现在你满意了吧?以后大家都嘲笑我是离过婚了女儿了,你就高兴了。 上月月还是很凶,对我说话从来都不客气,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从此以后也再没有关系了,也希望不再有交集,见我不搭理她,她更是气急败坏,我跟你讲话呢。 我上车直接离开了,没有再看她,竟然已经离了婚,就还是不要藕断丝连的好,林宇。 听着她在后面大喊的声音我没有再回头,离婚之后,我将自己的个人财产清算好,只剩了一辆电动车和一个小户型房子。 因为为了满足能尽快离婚的条件,不管上月月提出的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了,将存款和市区房子都留给了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 因为被上月月带得难摸一闹和她的闺蜜史记测后,我的背景上就留了污点,一些政经工作单位被调后,纷纷表示不要我,走投无路之下,还好有外卖站愿意收留我,放平自己心态。 只庆幸上月月比较有良心的给我留了一个破电动车,这被她扔都扔不及的东西,倒是现在成了我的必需品了,由于刚上手还不太熟悉。 站长就给我分配了几单之前我和上月月住的小区的单子。 送单路上我一边祈祷不要遇上他们,但越不想什么就越来什么。 林宇,你站住,你要去哪儿? 我骑着电动车骑得越快,他们就追得越急,她直接扯住我的后尾箱,我怕出事,还是停临下来。 上月月,请问你找我还有什么事?我们已经离婚了。 来,我把我闺蜜鱼盒带来了,你们当面对质啊。 我看着她闺蜜,一副心虚的模样,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疑惑地看着这两人,我赶着送餐,有事快说。 现在混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好嚣张的你? 上月月还是一脸不屑地看向我,对啊,让林宇先走吧,她送餐呢。 余和也帮着我劝着上月月,她吃什么要来,还会放我走,我真是一脸奇怪,既然你不愿意好好讲话,我就先走了。 我说完就想走,不知道这两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都别走。 上月月两只手一边扯一个,我和余和两人被她硬生生拉住,我有些无语地看着她,只觉得荒谬,她又转头对她闺蜜说,余和,你千万别怕,要是林宇坑的你,我一定不会放过她,你得相信我啊,你跑什么。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现在看来,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是最不重要的,不过我早就不在意了,我眼看着快要超时的订单,朝着磨磨叽叽,还在抒情的两姐妹发话,到底什么事。 我一声一吼,没怎么见过我,这副模样的两人终于打算说正事了,我的耐心也快耗尽了,余和说那天,他看见你在民政局门口坐着,是你要余和传话给我的对吧? 这话一问出口,我瞬间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原来是她闺蜜在从中作梗,就算再也不待见我,也没必要如此吧。 还是怕我们不理,难道还是怕上月月恋爱脑,为她着想,我没有想通,但是很快我的猜想就被证实是错误了的,是余和给我发的消息,说你约我在民政局办手续。 我对她实话实说,我觉得没必要再因为这些事纠缠了,但是我眼睛瞟着余和心虚的眼神,又觉得事情不对劲,上月月听到我的话大吃一惊,我没想和你离婚啊,是余和那天通知我,我一下子到了气头上才会去的。 你那么多天都不找我,我就相信了啦。 听到她的解释我心里也没有再有多余的感觉。 我们离婚也是迟早的事。 上月月抓住余和的双手,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以为余和是为了她好,才会做出这一场戏,但余和不停颤抖的身体和心虚的眼神却出卖了她,上月月和余和是最好的朋友,怎么会看不出来她的不对劲,余和。 难道你是故意的?你不是为了我好吗?是为什么呀?你怎么不解释,啊,你是可以解释的对吗?你快说啊。 上月月还是不肯相信,觉得余和一定有其他原因,不是故意拆散她的婚姻的,想找余和要个解释,可余和一直憋着不肯说话。 上月月受了刺激,不断地锤打着余和,大声哭喊了起来,余和上前甩了上月月一巴掌,看得我目瞪口呆,你清醒一点,就是我干的。 我就是故意要拆散你们,余和毕竟第一次干这种事,心里压力很大,还是受不了地说了出来,承认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什么? 上月月仿佛被重要的人背叛,接受不了事实,缓缓地倒在地上,我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你有这么好的老公,追你时候给你当着舔狗,把你的开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被我们戏耍,看到你笑了就也不生气。 把你当孩子一样养,什么好的都全部给你一人,你的房子,车子哪一样,不是他给你买的,你为什么还不知足?你这种人,就活该跟他离婚。 我不由得愣住,他从前还让我从公司里滚了出去,现在怎么会突然站我这边帮我说话,下一句更是让我感到晴天霹雳。 所以,这么多年,他竟然隐藏得这么好,我和上月月两人都没有一丝察觉,你知不知道,在他追你之前,我早就爱上了他。 我无数次想用刁难他的方法,让他从你身边离开,但他爱你,无论你怎么玩弄他,他都爱你。 而你呢?你根本不爱他,你不爱他,你凭什么占有他? 此时的我已经震惊地说不出一句话了,我只单单知道于和是我同系的学妹,但不知道他怎么就早早看上了我,他的爱太偏执了,我受不起。 而上月月早就被这番话伤害得体无完肤,陪伴到自己身边的闺蜜,竟然是这样的人,原来是看上了自己的男人,我根本就没有说过我不爱他,我根本没有想跟他离婚。 听到这话,虽然知道,但是这是一场乌龙,但凭他的嘴上说说,我是不敢相信,也不敢再接受了。 我被他伤害得也足够深了。 上月月仿佛又想到了什么,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起来质问着于和,所以,那天,那天我们唯一不吃宵夜的那天,也是你设计我去夜店的。 问到后面,上月月的声音越来越小,不敢再说下去,而于和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说得很大声,想让上月月听得更清楚,对,就是我。 怎么样?你根本就不配拥有他,你还不是去了。 于和嘲笑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笑他是他自己不知廉耻,我了解学长,他什么都可以忍受你。 绝对不可以忍受你出轨给他戴绿帽,伤害他作为男人的尊严。 我有些累,不想再掺和进去,也不知道于和从哪里知道的这些消息,我以前根本跟他不认识,他说的这些话越发让我感到恐怖,一个人监视累你很多年,你却一点察觉都没有。 于和又可怜兮兮兮地望着我,又嗲嗲地声音说话,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学长,你一定是感谢我的对吧?我赶紧离他更远了,上月也没来集合余和算账,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拉住我的手,生怕我跑了一样,我甩了甩手没有甩开,示意他有话快说,阿宇,你都听到了,不是我。 嗯,我不想再去跟他回忆往事,对我来说那些不美好的记忆,听到我的回答,他眼神逐渐欣喜起来,那就好,那天也是那个男模拿着我的手摸的,不是我主动的,阿宇,你相信我的对吗? 他突然又小心翼翼地问道,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对我造成的伤害都是他实打实做过的,总不可能在餐馆是男模拉着他的手做的吧,那天没有他的默许,男模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那里,伤害我的自尊,我将他的手掰开,不顾他的眼泪,让我走吧,我早就无所谓了,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听到我这话,上月月第一次在我面前,为了我哭得这么凶,他终于肯放我走,我骑车走后,上月月他还在后面喊着我一定说的是气话,我没有再去向他解释什么了,因为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的餐快超时了。 后来,就听说上月月和余和大吵了一架,还打了起来,余和的头皮都被上月月扯下来一块,被路过的人发在网上,说是为了争一个男人,现在的年轻人为了个男人就大打出手,现在的小姑娘真是不要脸啊。 听说之前还是好朋友,爱上了同一个人,这故事听着演戏似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啊,不少的负面评价奔涌而来,一时间那两人都还成了名人。 这几天,我送餐送的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又被那两人抓住,闹起来把我也带火,那就太可怕了。 这样想着,拉紧面罩走在小区门口时,就被认出来了。 上月月晚着还是那个难摸的手,朝我走了过来,亲密的样子让我以为她神速地走了出来。 那天晚上也是一时想不开,朝我哭了几下,现在可能才是真实的她。 不缠着我就好,我刚松一口气,她就说话了,淋雨。 上月月夹着声音说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恶寒,说着还往南摩身上不停地蹭,让开,又挡着我了。 她看着我无动于衷的模样,又准备条件反射地踹我一脚,不知怎的,突然忍住了。 她收回脚,又夹着那能夹死蚊子的声音,泡着娇媚的眼神看着我。 淋雨,你怎么不理我了? 我好生生的名字被她喊出了颤音。 淋雨,你为什么不生气? 她跺了跺脚,一副小女人的姿态,好在她终于忍不住要开始发怒了。 我就知道她开始就是在装模作样,还不知道憋着什么坏,你看到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不生气了。 她眼里全是不可置信,不敢相信我会放下得如此的快,像个苍蝇一样,围着我一直看,像要把我盯出一个洞,我面不改色地冷冷看着它,然后呢?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再让我看见你纠缠我,我就报警了。 我放出狠话,不信就还要找我,打扰我本就不算安稳的生活,而这一切本来也就是她造成的,现在怎么好意思来找我的,我想不通。 也不想再去想,看见我来真的,也真的不在意她和她旁边这位的男人怎么样,也看出我全无从前的生气的神情,她的脸色瞬间惨白,也终于知道害怕了,不似从前的玩笑,她动作慢慢地走上前来,扯住我的衣袖,语气也逐渐急促了起来,是不是因为她,我喊她给你道歉? 给你道歉行不行?林语,求求你,你不要这样。 她扯住我的手,也摇得越来越快,将男模扯上前,想让她跪下给我道歉,我不知道这个男模又收了她多少钱,受到屈辱后愣是一声不吭。 快,快给林语道歉。 她一定会原谅我的,上月月将身上的衬衫脱了下来递给我,你也往她身上扔好不好,求你了,林语,你原谅我。 我看向她奇迹目光,跟从前的求着她的我一模一样,为什么我不爱了之后,她却上赶着求我了呢?是因为没有人舔她了吗?还是因为,我是曾经她最听话的狗,突然不听话了,她不习惯了? 我默不作声地掀开,曾经因为他们两个被烫到的伤疤给她看,我的外套所遮住的地方都是伤痕,这也是我大夏天还穿着外套的原因,她捂着嘴,没有再说话。 眼里还有即将又要落下的泪水,就连一旁的男模看见后也瞪大眼睛,不停地说着对不起,这下我静止地从上月月旁边过去,再也没有人阻拦我,后来有多次都遇见了上月月,她都很老实地站在一旁看着我,不在上前,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虽然我的父母还是不愿意让我回家, 但其他的事都在慢慢好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每次遇见上月月,都在感觉她在观察我些什么,从头到尾地一直打量着我,就给人一种她像一把尺子一样量着尺寸的感觉。 但是她再也没来找我了,我便也没有在意了,后来听说她把这个小区的房子也卖了,我也感到瞬间轻松不少,轻松她终于想通要放下了,轻松以后不联系也不会再见面了, 那曾经让我感到痛苦的事情,也让她随着时间越来越远,我和她的这件事也就真正地到此为止了,我当天开心地多吃了两碗饭,给自己加了个餐,直到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上月月的手机里只有我,备注的是她的老公,所以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但医生通知说需要我做好心理准备。 我心头一紧,不会是因为我自杀了吧?原来每次她盯着,我只看看,是已经做好了复死的准备吗? 医生说,上月月是在做手术的时候,在手术台上大出血了,让我赶快去医院一趟,不是自杀就好。 我想,抱着人道主义的情怀,我还是赶来了医院,只见上月月双眼无神地躺在病床上,一脸绝望。 身上全是绷带,将她捆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了两只眼睛,不知是做了什么手术。 看到我来,她那双死水一般的眼睛,终于有了点情绪波动。 林宇,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的。 我不好跟她多说。 说的两句话便扯上感情,我转头看向医生,医生将我拉到一旁,贴着我的耳朵,小声地说着话。 你老婆她将自己的皮割了下来,说要移植。 刚刚才在手术台上止住血。 医生告诉我,前因后,欲言又止的模样,仿佛在猜想,上月月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但是她,没有哪处有大面积的伤口。 说着看着我,没有变化的脸色,停顿了一会才开口又说,不排除这可能是自残行为,你要准备好,带她做个精神方面的检查。 说完她一脸可惜地摇了摇头,感叹着上月月还这么年轻,我漫步走到上月月旁边,看着躺在床上的她,心底浮起一阵一样。 曾经她生病时,我也是连夜照顾她,没想到离婚了也要来负担起这个责任。 林宇,你肯定还是爱我的,对吗? 她看我过去想伸出手,想抓住我,但眼看她的眼泪又要流了出来,我连忙摇了摇头,赶紧阻止她的想法,她看见我摇头又激动了起来。 不是的,不是的,一定不是的。 我们既然早就决定分开了,不能还让她还有什么别的错觉。 一直抱有希望,那才是真正的不负责,我恍惚有点能猜测到她割皮换皮,可能是因为我被烫伤的那几块区域,但是她的割下来的皮,最后也不能用到我身上,会产生排异反应。 我想不通她为何要这么做,是出于什么目的我现在还不知道,但如果是为了挽回我,这么做根本不可取,她也太过于偏激了。 我甚至有点承受不起这样做的她,但我看着她现如今那副可怜的模样,还是下定决心开了口,不知道是我做了什么,还让她有我们两个还有后来的想法。 上月月,你好好休息,我已经通知了你爸妈来照顾你,还有你没必要了,真的?我也求你,放过我好不好,已经很多次了,我真的不想和你再继续了。 我将狠话一下子全部说了出来,希望这一次一定要断了她的念头,打击足够大,也会在伤心之下想明白的吧。 但她仿佛根本没有听见我说话一般,将身上的绷带全部扯了下来,将全身上下的自己割下的皮的伤疤往我眼前凑,想让我开得更清晰。 我看着她割的地方,与我身上被她们烫伤的伤疤的位置和大小都基本一样,这才证实了我的猜想是对的。 原来她安静的那么多天都在观察着我的伤疤,林雨,你看,你快看啊,你看到没,这些可都是我为了你自己亲手割下来的,一定可以将你的伤疤缝补得漂漂亮亮的,一定能。 你以后大夏天就不用遮遮掩掩了,你看啊,她扯着我的头一直往她身上按,嘴里还在神神叨叨地说着什么,林雨,你真的不原谅我了吗? 我都愿意为你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不肯原谅我?我禁锢住她一直按着我头的手。 没有再说话,道德绑架我最没有用了,爱这个字太大了,你伤害我的时候,有想过我的原谅吗? 我平静地说完这句话后,她的呼吸就逐渐地急促了起来,随后就晕了过去,医生赶来时还在数落着我,嘴像机关枪一样喋喋不休,你说你们小年轻有什么事不能等她好了再说? 这下好吧,你老婆晕过去,你满意了?你这个当老公的怎么当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故意来气人的?我举手示意,她停一停,我还真不是她老公,您谢一会。 医生表情瞬间怪异来起来,一脸扭曲,你看,她父母来了。 我抬了抬下巴,示意医生过去给她父母去讲,她父母却静止朝我走来,医生神色比吃屎还难看,仿佛我是天下第一副心汗,没有再寒暄。 大家一起等上月月醒来后,医生就带着上月月父母一起去了精神病科做了检查,上月月进去之前深深看了我一眼,林宇,你别走好不好? 最后的结果还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上月月被检查出来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已经逐渐失去自己的情绪管理。 我没有再等她出来,知道结果后,我就先离开了,她父母知道前因后果,也没有再为难我,握住我的手,表示歉意地捏了捏。 小林啊,我们家月月,真的对不起你,你走吧,你这么多年来,对月月怎么样,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也不怪你,这都是她自己自作自受啊。 她父亲悔恨地拍了拍自己的大腿,我回捏了捏她的手,您和阿姨保重身体,我走了。 我全程不再提上粤语一句,处理完这些事情后,在离开这些令我伤心的地方之前,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去老家了一趟。 还是一如既往的,刚刚走在小道上,就被乡里乡亲看见了,您看那个离过婚的又回来了。 离婚了还回老家啊,真丢脸,不是在城里混得挺好吗? 听说是被戴绿帽了,哈哈哈哈。 听到这些话,将门打开一点的父母,又将门狠狠地关上了,我又被拦在了门外,隔着大门喊着,说了不要再回来了,你不要脸,我们的老脸还要。 原来还是要赶着我走,我不再纠结亲情,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准备出去放松放松心情,在旅途上再次收到了上月月的消息。 听说她的精神更加严重了,因为鱼和跑去刺激了她一番,导致上月月越来越神志不清了,天天抱着娃娃对我说着,老公对不起,能不能原谅我,我真的错了。 而我也只感到惋惜,再没有别的情愫,走到海边,海风吹来,只感觉一身轻松。